早安youtube 我是豆腐 我還有youtube 豆腐です 我是一個日文老師 在這個頻道當中 我會用簡單可愛的小動畫 分享初學者也能瞄懂的日文知識 大家的講法有兩種 是哪兩個呢? 一個是みんな 比較隨性口語 一個是みなさん 比較慎重正式 今天是藍色背景的標題 也就是適合零技術的同學 無腦的從1開始看 就可以開始自學日文系列 至於綠色的話 是照大家的日本語初級的順序 已經出到20課 橙色是其他學習資源或指南 金色是會員影片 之後可能還會開其他顏色的系列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看的話可以留言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是觸音 觸音的話通常會用小的詞 或片假名的詞來表示 各位同學要注意大小的差距 因為藤原改太多同學的作業 通常觸音都會寫得太大 這樣完全看不出來是觸音 再來觸音不會單獨使用 一定會夾在兩個音之間 觸音後面的音 常常都是我們之前說的 卡、殺、他、趴行的音 這是因為遇到這四行 就容易出現音變、發音方便的關係 趴行是因為 哈行遇到音變都會有半作音 就是右上角的圈圈 接下來看一下實際的例子 第一個 不卡是不下的意思 這個字沒有任何的觸音 但如果是不卡 這個字是物價的意思 我們明顯可以知道 不之後有稍微停頓 然後才是卡 我們把每一個假名 都當作佔一拍 那不卡就是兩拍 不卡 拍手兩下 那不卡就是拍三下 不卡 第二個例子 音是聲音的意思 是物品發出來的聲音 樂器也算 人或動物發出的聲音是声 至於音 這個是講自己的丈夫 也就是我老公的意思 第三個例子 一次看三個字 日記 漢字是日記 意思也是日記 雜詩 漢字是雜誌 意思也是雜誌 這就會讓很多同學 依賴漢字去判斷意思 但是 切手 漢字是切手 總不能用這個來判斷意思了吧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了解 切手 是郵票的意思 這個會需要同學 寄單字的時候 去看例句 比如說 コンビニで切手を買います 在便利商店買郵票 那這樣至少我會知道 切手是一個在便利商店 有在賣的東西 而不是把手切了 所以我現在在 Insta做的貼文 都是以為了跟我一樣的中文摩譽者 能夠更順利少走彎路而製作的 當然做這些我沒有業配跟收入 所以目前都是靠熱情在撐 我在日本也有正職的工作 平常也要上家教課 所以能產片的量也很少 如果這些影片或Instagram的貼文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加入一個月75塊台幣 頻道會員給我一點贊助 我會另外做其他更細緻講解的影片 至於其他更高級的會員 我會做其他平常上課來講的內容 等於說不用跟我約家教課 讓人聽到 詳細的劃分之後會再跟各位說明 另外有一個很像的漢字 叫做切符 讀音是KIPPU 這個來日本玩的人應該都有看過 只是被你們忽略了 他會寫平假名的KIPPU 就在車站裡面 因為這個字是指車票的意思 但是寫平假名 是因為它可以指其他的票券 不限定於車票 第四個例子 片假名也可以用促音 比如說KOPPU 是外來語CUP 也就是杯子的意思 BED 外來語BED 也就是床的意思 所以觸音這個東西在各種語言都有 只是在日語當中叫做觸音 大家這樣理解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中文 或者是廣東話 台語當中 有沒有一些觸音 等於想了一下 台語的 七、六、七、十 應該就有觸音 第五個例子 觸音有時候後面也會沒東西 這個時候通常是比較激動的情緒 比如說發現錢包不見了的叫聲 啊 ヤバ 啊 糟糕了 這個時候沒有心情在那邊 ヤバいです 以八段音為主 就像你看到一個人 他吃飯只吃了三分鐘 你覺得很驚訝很快 也可以說 還要 好快 因為這樣的觸音結尾 可以用來表達自己主觀的情感 也是很接地氣的講法 大家在跟日本朋友聊天的時候 不妨可以使用看看喔 今天的練習是 結果はいいです 這個平假名的結果 漢字應該是哪一個呢 A 結果 B 結局 C 結末 請在下面作答 謝謝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這可以讓我更有動力的繼續製作新內容 我是彈圓豆腐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